北边的天霸是架了一个非常非常密 就非常广的阵线 北边又去不了了 被迫往更远的宽边 南边赶 哎呦 我的天 好 顾聚聚 差一枪 另外一边索 刚好没子弹了 但是引爆再去的话 我觉得这个伤害应该能补上 或者是停停扔一颗雷 轻松的一颗擦边雷都可以 对 顾聚聚应该来不及打药 这一边是扔火 逼位置 一边是扔雷 结果顾聚加在中间 还有冲脸的安炎 还没倒 打起药来了 就看看这分到底归谁了 安炎 miss 炸宝 miss 顾聚聚反打一个 这个时候要跟安炎再接近点 反补掉了炸宝 但是烟雾的面积很大 顾聚还在那里延伸一下 顾聚还差一次 无敌在等队友 金山哥马上到来 但是聚调没能撑住 是 但这一波说实话 三人包成这样 把炸宝连打带补KSG 多可惜呀 三个打一个 然后被反杀一个 圣经都出来了是吗 确实 确实有一点难受了 这电竞圈的优良传统 看一下TT这边吧 TTV现在毕竟分数比较靠前 跟老干年打起来了 然后TT现在已经有检员 他们也是千里迢迢啊 虽然说刚刚那个绕行 绕到的是他们正在下顺的 这个东南方向 金东也在打 金东是进攻方 K1是防守方 金东现在四个人撞他还可以 这个树被锁定的 K1有一人倒地 Para Boy坡度这里不太舒服 绕行的不是很好 得看队友能不能拉到更侧翼 阿兰已经流水流掉 现在刚好是一波前列加击 来了 加到98K 还有顶坡的人 K1在这里的阵型是 完全没有是朝着JDE这个方向 做布置的 我们可以看到天宇 现在还在往半坡赶来的路上 刚刚他们的注意力 全是还在那一侧 对 我觉得K1的防守力 有点太弱了 因为你几乎都没有 对金东的任何人造出 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他们压根没有考虑到 金东这里的方向 会来人 是的 要做打架的准备 现在折折就没办法了 撤了 撤了呀 折折暂时变成撤撤 我要是金东我还想追呢 是 金东也马上准备开始 撑追不舍 继续看一下天宝跟KSC 两边是先换雷 这颗雷 果不其人 得再来一颗 哎呀 这自从狙掉打起反攻的 再具引爆再加上雷补人 三连诈 KSC今天也 也有一些复盘的点吧 难兄难弟的感觉 就一般来说 在积分法后几位 复盘点还是比较丰富的 只有两个人 然后凌莎是架枪 然后猫猫还很远 天这个时候也准备 微调一下自己的位置 她跟狼王金那里 实在是给不到 JD太大的压力 然后JD这样仓促地赶来 当他们发现 JD站稳脚跟以后 自己无论是在吃雷 还是在这个掩体的方向上 都有点吃亏了 KYN的 折贼怎么一波 大力出奇迹 直接给 微博一个摁死了 这场比赶 这场比赛独狼或者说单兵都很倔强 顾居居与哲哲都是 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 都创造了一个额外的积分 是的 然后白小纯又是放倒了小帅 这个时候微笑要被MV请 她这个点位喷子只是喷残而已 头头甚至都没有倒 轻取确实也是因为KSG 早就是因为连续作战变成了残边 是 再来看一下天霸 本来就跟VS贴脸了 首先是拿到一个击倒 小神这个位置 又是一颗雷 反打 炸倒了Z9 还剩最后龙丝根 今天最后一场比赛 是天霸小强逆袭的基调吗 一颗雷炸弹了龙丝根 现在白小春还有操作空间 但是白小春应该想打药 而且等来了轻质的到来 轻质可以顶 踩在上方 压制位 赢下单挑 赢下团战 是的 小春肯定给其实爆了 这个人应该是残的 然后或者说是炸掉了一部分血 因为这个地方的面积很小 今天天霸的第六场比赛 跟前五场比赛 是的 再看一下这个栓鞠 他是甩的 对 但这个可以扶 这是很早期的时候了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两队的距离 我想了一下 应该是可以扶的 但是他好帅啊 他真的好帅啊 这一波 引爆再聚 吓到导师 导师这被蓝帮机补掉 有可能是导师往前兜了一圈吧 其实在刚刚LGD 已经被逼退位置以后 可能是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兜得有些太过主动了 反而这是被LGD反向埋伏 看圈形吧 又是宏信源 宏信源继续放大圈内优势 Order这边M24也发力了 Order其实自他联赛开始直来 双局一直是他的新头号 只不过前几年的版本 并不是那么的合适 4M在跟RW打铁脸团 然后NV在跟ST打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镜头 还在也在看 王安迪打京东 又看不过来了 乱城一锅周 阶段五格外的激烈 莫竹这个时候也要带队 冲到RW战队的腹地 RW现在作为场上的积分第一 他们的分数会停在64吗 看看诚C了 诚C和莫竹都在捏雷 诚C的雷先出手 但是方向不对 看莫竹莫竹手上有四颗雷 几颗雷方向炸到一半血 莫竹更好瞄准 他知道这有个厕所 但是他踩了火 任这里已经是先将RW的最后 鼓叫了 东东的跑位一丝血锁住 目前的积分第一 RW的分数定格在了64分 对于TT来说 还有着七分的追分空间 是的 然后京东也开始压坡 准备把老干战控制在低点位 然后这里合降 其实也是同样的位置 体弹是高位 然后控制FM在低点位 他还有整整四颗雷 他的队友可能有更多 这个位置投雷FM根本受不了 王源源已经被炸残了 另一边体弹 队友已经扑到了他的侧翼 王源源 王源源 一颗雷 一 炸到了王源源 体弹现在他甚至都不需要 在这个反坡这里 放上所有的人手 是的 FM这个位置 其实非常的刺激 非常的被动 太吃雷了 主要是合降它雷多 他们所有人雷都多 然后车又没办法用 有车的话 可能还可以上坡再尽力打一波 但没有车用的话 你就只能这个地方就挨揍 而且这个起步距离 对于载距来说都不理想 对 他们好像只有一辆小巴可以用 小巴的话那就更慢了 难怪是只能被限制在这里 另外一边打完了 老干尼也获得了胜利 然后GD目前也是来到了二十八分 这个分段非常非常的拥挤 二十八三十一的战队各有两支 任跑到很远的地方拿了个蹦蹦 然后走了 这时候他停下来应该还是要反驾体弹的这个方向 但是ZUKI这个小小的厕所刚刚好挡住了全部的子弹 这Show Time也得过来看一眼 只不过这里打得太久 就是像Show Time这样实在是没事干的战队 可能就过来 一颗雷 这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合降热万雷就转身了 自信即巅峰 超远距离三分 然后再出手再放倒大拳 合降 今天你怎么了 合降这两周手很热的 是啊 闪电将认的头给扶了 也就是说 认这个头其实是被K掉的 但不妨碍合降 简单直接的帅 是的 Big Fit 扶一下大拳 这刚刚本来是想过来稍稍劝一波 但没想到啊 对手状态也不错 甚至后面还有大拳 这东东啊太难了 车 副台鞋头 哇 两人火力车 加前面大 ZUKI的压制 是的 常规在MVP候选人级别的压制 北边TC跟SHOWTIME在打 然后TC好像又使出了自己的船家绝火 喷子 最擅长用喷子的那个人 待在北渊的一侧 雷仔他要用拳刺动位 呦呦 大家后方保障吗 但是Big Fit 被过脸被打了 北渊被捕 车雷 斯汀今天也是小睡状态啊 还没发挥呢 看看这里能不能行 斯汀只刚说完就被喷了 开始打呼噜了 那最终防区应该还是由SHOWTIME占据上风 看起来很有可能要 哎 体坛来了 和将先来一颗火 直接烧到大拳 火烧大拳 而且烧到这个死角啊 他只能在防区内自闭打药了 思学所处 看到个背身 他就是打背打倒的 这TC是剩余的残编 只能为团队是最后创造一些分数了 体坛等了半天队友才来 准备攻长条房 然后阿杰在守护厕所 和将继续开张 以这里也是打打楼梯 现在直接是一个表演火烧自己 无痕是开始无痕状态 最终还是被遗发现了 然后他放过了仪 又爪到了仪 回头还想180度拉枪 但是今天没有人能够阻止和将 和将一次选要打北战 北战先补人 结果给了几乱机会 北战都先制先补人 真的没有人能够阻止和将 这阴差阳错 阴差阳错 是体坛的驾舱未打击倒的 是是 这格子能阻止和将 格子可以 格子把和将头一补 体坛还是俩人 其实我感觉体坛的枪线斜头 没有那么好 但是他每次加入战职的时机 就刚刚好 有些时候 timing能够弥补在这个枪线上的不足 苏皮要打药 这场比赛他的嗅觉够灵敏 是 那他现在会闻到 弟弟这颗手雷的气味吗 好 已经被打残了 现在近年之后 弟弟又在点鸽子马盒 被马上倒 哎呀 哎呀 喷到了 喷到了 还是喷到了 苏皮这个血量应该不支持他打 那最终不光是 不光是和将啊 也是RSG 是将体坛悉数见面 是的 然后现在 RC还可以回到自己的房去 回到自己家 体坛这波要我说 也是把该收的分都收的差不多了 因为刚刚这个阶段六啊 那就是把他们极限排开 而且全都是高点在架 确实 阶段六 还有七个队 但是有独狼 有独狼有大残鞭 是否还倒地之后的话 阿杰就是独狼了 然后还有SC的独狼天 本来是很危险的宝宝位 但是轻质从侧一出手 RSC 这是最左边的队伍 打了最右边的队伍 千里之外 新的圈形向了东北一向的方向 那现在对于NV跟RSC来说 这一波 NV要去亲阿杰这个厕所吗 是啊 就对于 阿杰一颗雷 现在雷倒了S 而且他脸上这个人好像也很残 阿杰第二颗雷也正捏着 出来了 但是是被Ling给接住 我啊 灵性两趴 现在NV啊 他们因为地势的原因 不敢久久地抬头 所有人都在地上 疯狂地坐着俯卧车 站起来一下 趴一下 甚至还要跳舞 令这波舞跳得到那辆载鞠马 他做到了 查一丝 可以躲到眼睛后面去打个腰 NV这场比赛 体能训练真是拉满了 地形原因让他们 哪个点位都呆不过三秒 就只能最后进厕所 这么一看的话 其实 NV好像在最后一局 有一些些苏醒 然后天霸也有这个迹象 但是 SC现在还没有看到 很高光的点 然后 KSC也是有点迷 天霸它已经从 各位数突破到两位数了 已经跟其他战队 站在了同一个行列之中 是的 我想的是反正你分都这么低 你就放手一搏 反而能打出很好的效果 是 有些时候其实到最后是 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其实像LGD 他们现在面对的LGD前几周就是 中决赛第一天可能会手感冰冷 但后面越打越好 天霸有可能 但是背后的领域先被击倒了 不很快 白小纯补上了枪 后面 RSG 这个时候猫猫面队的压力巨大 周围有车有人 有烟有雷 落地 闪电刚好有个僵尺 被猫猫给逮住了 想捕人头 但是没来得及 嗨 RSG还是可以扶人 扶完之后天霸也在扶人 天霸先扶清智 鲤鱼倒得有点远 鲤鱼倒的这个位置 好像不是特别好扶 你在这个车后面的话 RSG很容易扶起来 人之后就架死你这个点 RSG要是没事干的话 可以往这里混几枪 封大面积的烟 然后清智刚起来 然后又被信号接收区给烫倒了 封大面积的烟 最后看起来 有可能要挨大面积的胆 受到篮圈重度的伤害 以及RSG的清编 天霸还是没能够存活下来 但最后一场比赛 我觉得无论如何 是今天六场当中 最有气势的一局 我们希望这对于天霸来说 是本周的一个转折点 RSG这把非常有机会能吃 因为现在微博在跟NV缠斗 而且NV的人数编制比较少 那倘若RSG 结合圈形来说 它吃鸡概率一定是继续上升的 如果拿下胜利的话 它也将躋身至第一梯队 成为本周的争冠行列 看一下NV跟微博 二打三 有点近了 所以这一波 手雷至少得溢死你的 野猫手上有一颗雷 有一颗火 得下这个坡 这个坡还挺难下的 因为后面 令是远点驾驾 对 令是牢牢驾驾 RSG它又不需要动 暂时也管不到令 在蓝圈把令 批到RSG范围之前 微博gaming都是没有什么移动空间 格子放倒了像素 对 就刚好在地势来说 RSG重兵又放在偏南段 这是一 微博gaming更近的一个方向 RSG直接先威胁到微博 格子和闪电 他们是 RSG有三个场景 现在是两队在两个角度 一近一远在夹击 微博gaming的方向 是的 弟弟一个人踩在原心 等于说是 两边有一个 接近六十度的一个枪线 省店甚至都在尝试性地 去多逛一些 微博gaming的外信息 但对于NV来说 好日子也即将到头 因为ODER 他的左侧身反坡 马上就要被蓝圈赶出去了 这里SUK 嗅觉非常怜悯 注视着他的方向 这是格子放到的 是 两人都齐齐地看着ODER的位置 知道这个位置要被比出来了 而舒涵也是被迫的后撤 是的 姐也是被弟弟给打倒的 这个位置没法待 舒涵最终 你帮再聚 弟弟拿到舒涵分数 那看起来 接下来就会是RSG面对着 闪电过来拿分了 给你最后的收割了 恭喜RSG 最后一场比赛 抓住了圈形的机会 在咱们今天上班的 这个一场海岛 一场沙漠 RSG是稍稍感到尴尬 但最后一场比赛 一下子把状态追回来以后 重归了